朝鮮從2006年開始先後5次進行實驗 地點都在朝鮮東北部的 封溪里和實驗場附近 距離中朝邊境不到100公里 早前具有大陸的專家預警 朝鮮的核設施存在安全隱患 中國必須作出抉擇 中共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張廉歸 2014年曾在《領導者》雜誌撰文預警 朝鮮的核設施存在重大的安全隱患 包括朝鮮目前採取屏洞核實驗 而不是封閉性更好的豎井核實驗 放射性物質洩漏不可避免 另外多個國家的專業機構 都曾預警朝鮮的核設施落後 並有安全隱患 可能引發比切爾諾貝利更嚴重的核災難 更嚴重的是 美國核專家赫克兩次探訪朝鮮核設施後 預警朝鮮遲早發生重大的核事故 張廉歸認為 一旦朝鮮核實驗失守 可能使中國東北出現大片永久荒芜的地區 張廉歸說 朝鮮半島是和平或戰爭 分裂或統一 都不會對中國構成致命的威脅 但是一旦半島無核化遭到破壞 情況就完全不同 據韓聯社報導 韓國總統朴錦慧2013年透露 中國總理李克強曾表示 朝鮮核實驗後 中方發現中朝邊境鴨綠江的水質惡化 對居民有害 朴錦慧說習近平與李克強對朝核問題都態度堅決 不過為何中國對朝制裁無法落實 令外界關注 之所以對朝制裁沒有辦法落實 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共內部存在著一股頑固的勢力 他們力保朝鮮 他們把朝鮮對美國的強硬 對國際社會的挑釁 看成是意識形態堅定 同時他們也是把朝鮮的這種表現 既用作國際社會 也用作國內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 來綁架整個決策體制 造成很多對朝的決策的調整 在高層沒有辦法實現 朝鮮這次核爆距離上次不到8個月 間隔的時間遠遠要短於往年 朝鮮擁核自重的腳步越來越快 北京如何抉擇已經到了關鍵當口 新唐人記者林蘭 紐約報導